譬如說其實我這邊所舉出來的大絕大部分都是所謂的突破那個80 我在上面其實講在這個東西有牽涉到一個資訊的設定 其實在我的資訊裡面因為我稍微懂一些所謂資訊 其實講在這個80這上面我都已經把它寫了 就是說只要RSI這邊超過了上面的這個虛線部分 對各位來講很簡單就是你如果叫不知這個資訊 你只要看RSI-6 因為幾乎所有的軟體RSI-6絕對可以叫得出來 另外一個比較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所謂的回檔的支撐 最近我參考一本書是這一本 這一本書其實講是我們如果翻一翻其實講是 這一本是民國72年 民國72年 距離現在在27年前寫的 那這裡面有提到一個所謂的 我稍微可以照進一點嗎 OK 譬如說像這邊有談到一個所謂的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七點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一個回檔 當然說起來它這一本書裡面所談到的是商品期貨的 可是說實在當你把它應用在股票上面的時候 你會很吃驚說它怎麼會轉到那個程度 意思就是說因為這段時間我自己的研究 我覺得這一些這幾個數字 它裡面有提到幾個數字 第一個是所謂的七點五 什麼叫七點五 你從最高檔往下跌七點五 下一個目標是百分之十七點五 我們再講第三個目標好了 百分之三十五 那在台股裡面的標股 在往上走的時候 我說實在百分之七點五 幾乎是完全沒有碰到的時候 它完全百分之七點五意味是什麼 我們台股只要跌超過一個停板以上 可是在你如果把這個東西倒到你的圖形裡面 你會發現說很多標股在往上衝的時候 它根本連點都不會點到的 而且可以延續差不多連超過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以上的時間 那我要介紹這個東西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所謂的停順 那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我剛剛所提到兩個數字 另外兩個一個十七點五 一個是百分之三十五 其實講實在這兩個數字跟週期有很密切的關係 百分之十七點五 我們應用在兩個月的一個週期裡面 百分之三十五是應用在六個月的一個週期 其實過去長期的原因下 其實台股平均差不多半年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回檔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就是說 舉個例子要像宏達店好了 宏達店目前從這邊底部開始往上衝上去的時候 其實這上面這根線呢 就是所謂的十七點五的一個位置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其實宏達店其實 今天幾乎這幾個月沒有什麼好談 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盤整行情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到這邊其實是前後的 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只要個別股超過了百分之十七點五 記住個別股衝過了百分之十七點五 意味著說就像劉富生在所談的 我們應該講就是說兩根半的停板 對 就超過百分之十七點五了 超過百分之十七點五 你只要個別股從兩個月的底部開始起算 超過了百分之十七點五 意味著說它只要漲到三個停板以上 這支股票絕對你可以注意 因為它以後啟動的那個 不會只有這樣而已 不只是這個樣子 因為幾乎我已經把台股很多 因為這幾天也做了很多功夫 把一些台股的一個標股模式 幾乎全部都翻變了 幾乎完全不脫這個模式 是 所以反正很熟 劉大哥他只用另外一種方式 他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把它陳述出來 對 可是我一直講說 我可以幫他背書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台股的模式是 他只要啟動 其實不一定要停板 他可能第五天來突破百分之十七點五 可是也OK 只要突破上去 我覺得那支股票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都是 我最驚訝的是 你說這是七十幾年的輸 七十幾年的輸 那時候商品期貨應該都是地下期貨的 對 其實這本書是這樣 他作者是 買不到了嘛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找了 就對了 我想你可以在那個中古書群 可以去試著找找 我知道怎麼辦 就是黃大哥盡量跟我們多分享 書裡面 大家也不用去找了 好 所以你是以前就放到現在 對 可是當然就是說 偶爾其實這本書 前天後我買過三本 我珍藏了三本 對 可是呢 因為 後來有時候 有人借招 結果弄弄弄弄弄到現在 我只剩下一本 所以這本我也說真的 我也沒有 無法說 在這邊什麼贈送 或什麼像這樣 可是這裡面說真的 我推崇這個詩意是說 它從頭到尾 都是肉 一直又 它完全沒有所謂的 從一開始第一句話 它幾乎就談到 談到很細節的東西去 對 那 這個並不是它這個人的心得 其實講實在 它寫一個編著 編著的意思其實講實在 在出版社裡 因為其實講實在 它可能是翻譯的書 參考來的 二十幾年的書 其實那時候版權 還沒有保護得很周向 對 所以說 而且我看它後面的一個 它所參考的書籍 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看了很多的書 對 那這裡面當然包括很多 像道琼啊 什麼像這種類似的 我覺得說 它這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我覺得 當然以後我會在 劇察網上面 多的談這方面的東西 可是說真的 很多甚至想在 像裡面的書籃 像這個回檔這個東西 其實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不是要吸收知識 我們要了解是 我怎麼去運用它 因為這對我們來講 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一個東西出來就對了 那 以目前來講 以現在的行情來講 其實 我根據它這上面的一個 一個數字算是 其實 頭部呢 算了它指出來兩個數 一個是8050 對 我們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行情 我看今天會不會突破 說8050 這是我們可以考驗一個 第二個是8253 這高點的一個位置 實在是8253 因為對大盤的影響來講 我覺得它掌握的還蠻好的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 稍微觀察一下這方面的一個數據 就對了 因為它幾乎是過去 在那段時間之前所出版的 國外的一些名人所冊書 它幾乎全部把那個 收編到這一本書裡面 我覺得它的參考性很高 對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不是把它看了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吸收它 然後怎麼去應用到那個 那個人裡面去 那就請問那個資訊跟我們分享 沒有問題 這樣就沒辦法吸收了 好 好